有些帶皮的,因為皮有韌韌的,挺好吃 這是豬肉? 豬肉,是呀 我喜歡有皮,但上面有些筋在那裡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營圖自業華欣 我是Jason 現在已經是納秋了 因為廣東的秋天都是比較硬 今天是十二十二 今天是十二十二 今早一睡醒,天氣已經開始起風了 我覺得今天只有秋天的味道 因為這幾天打颱風 再加上今天突然氣溫就降低了 所以今天我們找到了 不是找到了,應該是我們長期性都來光顧的一間 專門吃羊肉 沒錯,因為天氣冷 我們今天就吃秋天的第一鍋羊肉 老闆,幫我們點單 現在沒有清湯,是嗎? 沒有清湯 是燜的 是 我們六個人,吃幾斤好 先來些,要不要羊蹄 都可以要一斤羊蹄 一斤羊蹄 三斤羊肉,一斤羊蹄 再拿一份鹽焗的耳甲 鹽焗的掌液 魚鴿要不要? 魚鴿也要 要多少隻呢? 你幫我把控,兩隻 兩隻 鹽焗的掌液是這裡的經典 超好吃 它的掌液,我們有些同事 平時喝啤酒專門過來打包回宿舍 和回家喝啤酒 羊蟲羊蟾要不要呢? 什麼叫羊蟹? 羊蟹就是羊血 可以嗎? 那算不算加其他食物? 不用了,暫時先 因為我們專門來吃羊肉 好的 先試著 其實我呢 應該是十日前來這裡吃過一餐 也是吃羊肉的 今天天氣凍呢 專門帶你和幾個同事過來 我們再來吃一餐羊肉 太開心了 納秋的第一餐羊肉煲 原本是沖著清湯的 因為暫時未有清湯底 清湯就是羊肉湯嗎? 是的 它清湯沒有炆過 即是羊肉斬了之後 煮湯 煮熟 但未煮熟 就放進去打火鍋的鍋 那些湯都可以喝完 即是羊肉湯這樣 然後喝完湯就吃它的肉 再放些東西進去 再打火鍋 好 那炆呢? 它下什麼炆呢? 炆的話它已經幫我們炆好了 炆好整鍋就算了 是的 煎頭出 我們再和大家介紹吧 好 因為今晚吃炆羊肉的 好 那羊肉和這個醬液 鹽焗醬的鹽焗乳甲已經出了 我先看看這個 開蓋 嘩 好香 整鍋 這裏有三斤羊肉 一斤羊皮 在這裏 用了什麼材料呢? 有馬蹄 茅筋竹蔗 有薑 其他的冬菇 或者是老闆自己的配料 我們就不知道要用什麼去炆 但是開蓋那一刻 很香 味道是撲鼻液 你看熱氣一直冒出來 哇 真的很懷念冬天的羊肉煲 現在就開始了 來 吃掌翼 好 掌翼給大家看看 這個 這裏都是招牌菜之一 它用紙包著 其實這個已經做好了 所以出菜很快 包括這個羊肉 它自己已經炆了 放在一起 即點即有了 掌翼和乳甲放在一起 我先試一塊 你先試哪塊 你先試一塊給你 試一下這個 特別好肉 這隻掌翼 試一塊這個 想不想吃 它這間的椒鹽掌翼 真的做得很好 很香 我們喝啤酒的同事 是經常來這間吃宵夜的 這間店我們是經常來的 每年的冬天都會來很多很多次 甚至我們加班加到好東西 是一定來這裡吃宵夜的 這裏晚上也有很多人過來 也是管地的住戶比較多 因為這間是老字號 開了很多年 十多年的歷史 雖然它的桌子不是很多 不是說 裡面也有桌子 雖然不是說網紅店 就是客流量很大的店 但是是一間吃羊肉很正宗的老店 老品牌 即是老字號 比較多是當地人的一些回憶的地方 沒錯 平時你跟三五之幾的過來這邊 喝啤酒 聊聊天 吃宵夜 炆雞炆飲也很正 嗯 這間店應該開到好晚吧 開到好晚 我們之前晚上 我們四點鐘 四點鐘也有開檔 我們晚上下班再過來吃宵夜 他還會開的 因為我們以前做香港澳門客人 是開到十二點幾 12点几 现在封关你们过不来 我很怀念 这个酱也很入味 很香 我喜欢吃些重口味的东西 它的味道是比较浓的 是对 多吃一块 多吃一块耳隔鼻 多吃一块耳隔鼻 现在炖着羊肉的香味 真是很棒 超香 其实我喜欢这一家的清汤 多吃一块鱼肉汤 当然是喝一口鱼肉汤 现在这样的天气 喝一口鱼肉汤很补身 尤其是女士 如果多喝些鱼肉汤 秋天喝鱼肉汤 冬天就不会 手脚比较冷 很好吃 自己在家可以多些煮 这鱼肉的鱼肉好像有多钱 待会问一下 我们这样埋单大概要多钱 平时我们来点五斤 今晚这里可能是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 因为我十日前来吃 我们是拿了五斤羊肉 再加一份鹽焗蒸液 是五百九 那是差不多 那是比今晚多两个人 吃多一点东西 现在可能便宜了一百元左右 即是四百多元 我们是三斤羊肉一斤羊提 对 所以价钱又便宜了一点 这个真的很开 我最喜欢这间店的酱液 很够味 超香 温得可酱 对 对 很入味 嗯 这种老店 我觉得 吃的不是环境 是吃的那种味道 对 很多都是老板的老客户老朋友 嗯 而且这些是他们自己 多年在这些厚味 不断调整 得出来的经验 煮出来的厚味 是很好的 对 很符合你的厚味 广东人的那种饮食的习惯 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嗯 十几年做着同一个产品 试试羊肉 你知道吗 风这样风香 一直这样追过来 好香啊 所以很想吃 还有羊肉是很新鲜的 嗯 这块 黏皮大肉 我们试试 好 吃定 试一块 哇 都是肉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块 是吗 嗯 有些带皮的 因为皮呢 有 韧韧的 挺好吃 你这块是枣肉 枣肉 是呀 哦 我喜欢有皮 但上面有一些筋 有些筋在里面 嗯 你觉得不够咸 味道 OK 没有那么多酥味 我觉得这个 它的酱料 真的很符合广东人的厚味 是 豉油加腐乳 是我的最爱 好棒 每次吃火鍋调的酱汁 没错 我看到它有腐乳 我就知道正宗的广东店 很阻止说 如果你觉得不够咸 可以用老板自己帮你调好 这个是豉油加纯正的花生油 加一块腐乳 再加上它切薄薄的柠檬叶 嗯 真的有那种柠檬的香味 嗯 香香 如果觉得不够咸 可以蘸这些酱汁 我就吃重口味 所以我就喜欢加一点味道 哇 它不酥 嗯 有些朋友不喜欢吃羊肉 是因为觉得它酥 没错 这个酥味不大 没有酥味 有些地方如果处理得不好 嗯 真的会很重 这种味道的 但是这些老板呢 是 已经很成熟了 嗯 味道做到很正宗的 其实它加了这种大蒜 我觉得这种大蒜也挺好吃的 我喜欢吃它这种大蒜 我喜欢吃它里面的马蹄 甜点的 对 马蹄很甜的 好像马蹄和羊肉 是很好的搭配 没错 很多人炆羊肉 都是要放马蹄 嗯 甜甜的 那为什么它会放甘蔗呢 清甜一点嘛 嗯 还有 因为羊肉是很燥热的 有些人是很怕吃 热气的 所以放些马蹄 可以清热一下嘛 嗯 我最喜欢有皮 有肉 有骨 这些是最好吃的 但我只吃肉都不会滴 嗯 很香 嗯 因为你是秋天的第一餐 多吃两餐就不行了 不可以太多 很棒 我们这段时间就少了很多拍片 这个太忙了 少了很多饮食片 包括我自己都 真的很多 很久一段时间就没有拍片 没有出片 都没有跟观众见面 这么忙一个盘 那现在呢 到天冷的时候呢 其实都 我们珠海呢 都很多的美食 嗯 冬天的美食 对 除了羊肉之外呢 那些牛肉火 有一条汕汤牛肉火 在珠海都很有限 很出名的 嗯 嗯 吃东西是吃时龄的嘛 吃当做的嘛 嗯 我们由去年开始拍 饮食的节目 吃海鲜啦 这个频道由去年开始 吃海鲜啦 吃其他的农庄啦 吃其他的农庄啦 吃些当地特色啦 就是经过很多个店 一直到现在冬季呢 冬季这个街店呢 我们就要为观众朋友呢 介绍更加多珠海中山 甚至我们大湾区这边的 更加多的各个饮食文化啦 如果大家呢 有什么是特别想看的 或者呢 你的家乡味味呢 你现在试不了了 所以我们帮你试一试的 每天都可以在评论下方和我们说的 是啊 我先试一份羊蹄 羊蹄 羊蹄全部都是根 是啊 这个煮烂了 我试一块 它这些应该是提前才煮好 它已经炆好了 所以现在没有清湯 因为它一煮已经煮好了 你要多少斤呢 我只是用清湯出来给你 嗯 它的汤其实很漂亮的 我喜欢它呢 有些地方呢 那只羊肉的羊汤呢 是煮得很黑的 它很浓的 但这只它的味道呢 很漂亮 很金黄 很浓的 整个汤底给人一种很好的食欲 嗯 如果你想吃饭可以 淋下去 是的 我先想到配饭 啊 配饭正啊 嗯 淋上去 嘗嘗它的羊蹄 哇 这个羊蹄全部都是肉 已经淋了 已经淋了 很棒了 快点吃 好 一定要试一下 我都喜欢吃骨头比较多 哇 你看 已经是炆得脱骨 羊蹄 这个羊蹄 哇 这个羊蹄很软 是吗 入口全部软了 会不会硬 不会啊 炆得软了 嗯 因为本来老板自己在里面 应该炆了很久的时间了 可能就 入口已经准备食材了 已经炆好了 我刚才那一口 嘗一声就吞了下去了 一个大煲 煲好 一直用火烤 在这里煮着它 哇 正 嗯 正 今天的天气 和吃羊肉真的很搭 绝备 是的 我想冬天我们要多吃火锅 但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边吃火锅 嗯 嗯 嗯 因为广东人都很喜欢大煲 是的 家里的话就容易清湯大煲 出到去就火锅 重口味少少 还有现在比较时兴的这些羊肉 然后鸡肉煲 牛肉煲 都很多 整个鸡肉煲都很棒 嗯 鸡煲蟹很流行 嗯 冬冬冰的 嗯 拿着炭炉慢慢兴着吃 哇 正 很棒 我们现在就是了 慢慢煲着羊肉 嗯 热熬热熬热 热熬热熬有羊肉的味道 是 于羊排 很棒 而且这种老店多人来吃 它的羊肉保证新鲜 每天都很清晰 而且老字好 一般这些老店开得久 绝对一样东西就是味道好 还有食材新鲜 否则在广东西应该是做不久的 超棒 我们今期介绍这个 地道的羊肉煲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想试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发个电子给你 如果给观众朋友通关 和观众朋友过来大湾区 快逛吃看张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